學校裡頭最氣的這種事情 對不對 你跟別人 跟女生間我們好朋友 去看個男生 結果他看到你對不對 真的 這個 你今天有帶一封情書 我有帶一封情書來 這封情書是 你寫了給別人的對不對 是我寫給別人的 沒有寄出的情書嗎 好 因為當初我要寄的這個對象 他就忽然從我生命中消失了 有一天我工作回家 門一打開 就是所有的東西通通不見 然後桌上就只留下一把鑰匙 然後一張紙條寫說 我不知道耶 我生命中的女生好像 真的不見了嗎 怎麼會不見呢 他幹情報的嗎 他不… 不是 我回家的時候說的就是 前一天有爭吵 然後吵得還滿兇的 那我可能講了一些不好聽的話 然後結果回第二天 第二天起…出門工作還在 回家大概四個小時時間 他搬光光 他東西應該不多 對 搬得光光 而且我要找他不知從何著急 所以你對他不了解 對啊 他總要有家人 對不對 他家在台中 台中那麼大 我怎麼找 所以我告訴你 交女朋友 就先要從他家裡了解 他不見了你還有地方可以找 對 而且其實那時候 也不知道該不該找他 因為他走了這麼絕了 他走了這麼絕了 我想說應該是沒有機會了 我覺得男人的心啊 走的時候他心想 正好 我這樣講的時候會傷到你 不會… 現在他還在嗎 對不起喔 這… 現在算是… 現在還在 對不起 沒有… 沒關係… 對不起 沒關係… 要在一起啦 對 因為他當時離開的時候 對 我要講的是因為 後來我想辦法把這封情書 等於算是有點把心裡的感覺 最後的感覺要告訴他 因為我本來 我本來其實像小燕姐剛剛講說 他離開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點高興 就是終於走了那種 我說實在的 不是我講的喔 我的那個覺得是說 我可以有一點自己的時間 空間去做點事 但是後來發現 哪有辦法 接下來的三天五天一個禮拜 所有事情 看得到 聽得到 聞得到 全部都是他的影子 我要吐了 那什麼 一起 等一下 我就不能感動人 你就要吐 有… 那都是要你 你橫刀多愛人家 我橫刀多愛他 周杰倫有一首歌就是 走到哪裡看的都是你 是 因為一起去過了餐廳 因為我的生活圈很固定 交過的朋友 吃過的餐廳 逛街的地方 你怎麼能躲得掉那些影子 然後 我有一天 有一天晚上我就真的 大概是十二點多一點回家 然後 我就工作結束回家 我就 很認真的把這些感覺 我想這時候 文思全勇的 好好喔 好久沒有動筆 可以親手寫一封情書 或是 對 就把它寫下來 結果寫完以後發現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她台中家的地址 我也 好 我就開始找人問 包括她的朋友 她的好朋友 她的以前工作過的地方 她以前工作不過的夥伴 都不知道嗎 完全不知道這個人 白不覺得 是不是啊 對不對 她會不知道女朋友的家裡嗎 對 但搬東西搬很快 是滿厲害的 就是瞬間搬 我就想到一個就是 我國中的時候 我國三要畢業了 然後就有毛弟 就是我弟弟 他們搬的女生 就是應該四五個 她要搶我的客桌儀 因為我們的客桌儀是 國一用到國三 可能就是每天吃飯 然後睡午覺的那個位子 然後畢業當天 他們是放假 他們就來學校 就排隊要搬我的客桌儀回去用 結果後來就好像被一個叫做 成什麼 成學妹 然後是我弟他們搬的女生 然後我弟回家就說 我們幫女生搬你的客桌儀來用 我覺得好奇怪 就是跟她同一個搬上 但是可能欣賞我 然後搬我的客桌儀去用 好扯喔 對 她在妳的桌子上睡覺 她的味道 對啊 當然這個 這個有移情作用的 這個是用過的東西都會拿 她搬走的時候有搬你的東西嗎 完全沒有 當然沒有 怎麼怎麼搬我 不是 會想念嗎 搬我的打開連我的都搬走 我忘記了我 不是 有的時候會想念她 就搬一樣她的東西 沒有 沒有 她那個時候是 這段感情很奇妙 待會兒我們就要聽她寫的東西 因為呢 這是一個真情流露的情書 好害羞 妳好害羞喔 好害羞 我怕人家節目到這就走了 我們先聽聽王子的情書好不好 好 來 現在王子要朗誦的 就是她千挑萬選 在那麼多封的情書當中 她覺得 印象深刻 現在 她就要朗讀 這一封 一位 女歌迷 或者是女影迷 或者她喜歡的人 寫給她的情書 給Prince 哈囉 我親愛的王子大人 哇 自從看到妳上次演的話劇之後 在我心中妳就是我的王子 王子的這個角色 根本就是為妳而設的 不知道這麼適合當王子的妳 其實我一直都在 離妳很近的地方喔 不管是上課還是打球 都是在離妳很近的 每次回頭妳都可以看見的距離 我可是一直默默地看著妳 不知道妳猜不猜得到我是誰呢 一直都有很多學姐學妹 送禮物給妳 我猜想那些禮物 一定是很無聊的 愛心巧克力之類的 什麼問題 所以我在想 一定要送一個 讓妳覺得印象深刻的東西 讓妳知道 我對妳的用心 所以我想了好久 好久 有一天在學校附近的7-11 看到這個 我覺得超級適合妳的 那就是 我好聰明喔 希望明天能在學校裡 看到妳很開心的吃它 然後轉過頭給我一個 超帥的閃亮王子笑容 妳轉身就會看見的人 PS 我想妳應該知道我是誰了吧 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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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